哈喽姐妹们,这里是姐妹吐槽诀 我又来讲韩国超人气联宗心脏型号二了 孙男孙女同住一个屋檐下 每晚都要对自己的心动对象发送短信 而他们的感情走向如何 那就要靠我们观众来猜了 目前还剩下温柔几何短发妹 没有选择约会对象 大家现有的好感见头 又会不会因为这两场约会而有所动摇呢 一起往下看吧 木头哥身为医手 发现短发妹皮肤有点问题之后 就默默给他买了药 而短发妹从对鲨鱼哥死心之后 对木头哥的态度也变主动了 让他陪自己一起上楼去拿 等到木头哥上楼来 短发妹拿出了藏了约会邀请小纸条的诗集 交到她的手里 看到小纸条的那一刻 木头哥脸上的笑意都藏不住了 而温柔姐那边也想着多了解一下其他人 才能搞明白自己对小奶狗的感情 所以她就选了鲨鱼哥 不会吧不会吧 短发妹才刚刚对出战场 温柔姐需要加入鲨鱼争斗战了 鲨鱼哥也太忙了吧 短发妹那边知道木头哥很喜欢动物 就把约会地点定在了动物园 木头哥作为一年会去两次动物园的支撼粉 当然是高兴坏了 没想到温柔姐把他俩约会时聊的内容 全都告诉短发妹了 简直就是最强助攻 木头哥怕自己的喜好太分明会惹人不喜欢 但是他趁着所有人都睡着了之后 偷偷练舞的样子真的很可爱 木头哥进了动物园之后就像是回家了 一路上书没书路的 还能顺带充当讲解缘 短发妹性格本来就很开朗 看到动物之后就更开心了 一直在夸可爱 两人到了金钱品店 还买了一个小熊猫的抱枕 最后他们玩到天黑 又一起去吃烤鳗鱼 这个约会整个一天过下来都很轻松又愉快 原本性格有点沉闷的木头哥 都被带得活泼的那么一丢丢 吃饭时木头哥问他 怎么会想和自己来约会 短发妹说他现在还只和一个人约会过 都没有机会和木头哥好好聊聊 木头哥听到这个答案都有点伤心了 毕竟不是出于喜欢才邀请他约会的呀 短发妹送师姐的时候随口提了一句 让他把那首诗背下来 木头哥就真的背到了半夜三点 起床也是第一时间去摸床头的师姐 最后在两人约会的咖啡厅里 木头哥居然把整首诗都摸写下来了 我都要被这个纯净哈哈给感动了 木头哥说 自己第一眼看到短发妹的时候 看着他从楼梯上走下来 就很符合适中的那个场景 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了纸上 短发妹看着纸上那简简单单的三个字 内心很受触动 问他现在回去吗 木头哥指低声说 想要再多待一会再走 毕竟他也想要和喜欢的人 单独相处更多一点时间嘛 另一边 温柔姐在厨房准备和鲨鱼哥约会时 要带的食物 小奶狗闻着味就来了 就差没把握吃醋了 写在自己脑门上 但是温柔姐根本懒得搭理他 还拿他之前和强味出去吃吃料的事 怼了回去 小奶狗看着他这个有了心人 就忘了救人的样子 只能上楼冷静一下 结果一回房间 又看见鲨鱼哥躺在里面 啊 感觉自己好多鱼 温柔姐和鲨鱼哥一起去了郊外爬山 到了山顶 她就把准备了一早上的食物拿出来了 虽然画面里只有两个人在吃 但是 我怎么已经听见小奶狗在哭了呢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女神姐和小奶狗竟然结成了同盟 小奶狗说 是为了彼此利益全力相助 其实就是偷偷互通消息给对方当主攻 他们还约好 每天早中晚三次 都要在目标面前称赞对方三次 比如每天早起之后 小奶狗就要在鲨鱼哥面前 夸夸女神姐 就连每任务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于是两人的泡菜同盟正式结成 看着怎么还怪可爱的呢 鲨鱼哥说话其实也很更直 她根本没想到 温柔姐会邀请自己约会 而且她觉得两人 其实没必要非得约这个会 因为温柔姐和小奶狗的CP 原本就很坚固了 她也看得出来 小奶狗昨天听说这件事是真生气了 看来她还是不愿意拆别人家CP的 但是温柔姐觉得 小奶狗给她的压力太大了 她也想了解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人 其实就是在暗示自己 同一开始就对鲨鱼哥有点意思了 鲨鱼哥的求生欲数实是很强 三句话不离自己的好事有小奶狗 就差没把 我对你没意思直说出来了 最后在晚上的心动短信环节 鲨鱼哥也还是没有变 依旧选了女神姐 而其他人的选项也都在意料之内 今天和谁约会了 就和谁发短信 也算是一种礼貌吧 强温因为身体不舒服 就和短发妹一起到了 木头哥的诊所开病 不得不承认 木头哥认真工作时的样子 真的很有魅力 木头哥的妈妈也是一生 两位女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见了家长 之后木头哥和妈妈吃饭的时候 问妈妈觉得谁的性格比较适合她 妈妈虽然说 还是看她喜欢谁比较重要 但还是偷偷透露了一句 自己喜欢开朗的孩子 木头哥一听这话就开心了很多 这可不就是她喜欢的短发妹吗 强温姐去见了一位设计师朋友 这位设计师姐姐 简直金句品出 八卦之魂熊熊燃烧 你有喜欢的人了吗 有了呀 那就去追呀 展现自己的魅力呀 什么 他们好像都已经成对了 那你就去抢啊 不然为什么让你最晚加入啊 就是为了让你去拆CP的呀 你怎么还搞不清自己的定位呢 看过木头哥的照片之后 设计师姐姐又问她 却扎过针了没有 扎在哪里啊 扎在脚啊 哎呦 脚是最难看的 这又可打承啊 她看到你的脚了吗 哎呦 针也扎了 脚也看了 袜子都脱了的话 就要负责了呀 设计师姐姐讲话超级好笑 张口就让木头哥负责 真要这么算的话 木头哥要负责的人也太多了吧 这前早上 体贴男听说女神姐胃不舒服 专门为她熬了粥送上二楼 她可真是把韩剧深情难二的人生 灌射到底 短方面那边去见了自己的好姐妹 顺便把小屋里发生的事 全都分享了一遍 她说自己现在对鲨鱼哥的态度 就是心灰意冷了 但是朋友们一眼就看出来 她的口不对心 最后她只能苦笑着 让姐妹们拦一拦她 可惜爱情这玩意儿 拦也拦不住呀 大家都收拾好了 准备出去约会 在车上鲨鱼哥和女神姐 也是非常亲密 鲨鱼哥说自己耳朵有点堵 女神姐就伸手去帮她偷了 这种事情倒也不必如此 之后鲨鱼哥 女神姐 小奶狗 温柔姐四个人 一起到了店里去做蛋糕 教大家做蛋糕的厨师姐姐 是鲨鱼哥的老朋友 整个制作期间 就在疯狂安利鲨鱼哥 还在提到鲨鱼哥之前 一直喜欢可爱类型的女孩子 温柔姐真是语处惊人 直接就问 你觉得我们两个里 有鲨鱼哥会喜欢的类型吗 这可是到送命帖 小奶狗还在你旁边 没头做事呢 你怎么还把自己 画进选择范围里了 好在厨师姐姐情商很高 再加上鲨鱼哥突然出现 又把话题岔开了 在做糖霜饼干的环节 鲨鱼哥画了一只白色的熊猫 温柔姐立马就想到了 短发妹去动物园看了熊猫 但是她又不是和鲨鱼哥去的 现在提短发妹 这不是忧让女神姐误会了吗 在女神姐心里 肯定觉得短发妹 比自己要可爱的呀 小屋里剩下的四个人 一起去逛街 强威出门之前 还吐了木头哥亲手做的护手霜 但是在吃饭时 木头哥的注意力 一直在短发妹身上 旁边的强威表情略微有些苦涩 看到体贴男点了个鸡尾酒 木头哥也想喝 短发妹像是男自家人一样 不准他喝 哎 木头哥这个乖乖听话的样子 真是被完全拿捏住了呀 因为要逛的地方太多 乔薇提议分为两组 男生通过盲选口红的方式 决定搭档 体贴男选到了乔薇的 木头哥拿着属于 短发妹的那只口红乐开了花 短发妹本身性格就不错 和木头哥逛街时又一直在笑 看得出来 木头哥能够和喜欢的女孩子 待在一起就很开心 天黑之后两组人会合 分别展示了自己买的奇怪东西 在短发妹说话的时候 木头哥的眼神就完全没有移开过了 啊 他真的好有知情啊 小奶狗真是一直在贯彻 泡菜同盟的助攻理念 在吃晚饭时 也一直在帮着女神姐说话 我觉得女神姐的眨眼 是她的标志性动作 鲨鱼哥你不信 就让她对你眨一个试试 女神姐也顺势现场 给鲨鱼哥表演了一个眨眼 最后绷不住笑喷了 也是很可爱了 之后在乒乓球比拼里 也是小奶狗那组赢了 她可以对对面组提出一个命令 直接就要求女神姐和鲨鱼哥 现场牵手一直到车里 小奶狗的最强助攻 真是名不虚传 看到鲨鱼哥和女神姐 食指相扣了 观察室里的主持人都沸腾了 这一晚的行动短信 也没有太大变化 小奶狗 温柔姐 木头哥 短发美 以及鲨鱼哥 温柔姐 都是双戒头互选 属于食物链底端的两位可怜人 强威和体贴男 还是没有改变心意 表面上看着三对CP 似乎是要锁了 但是 这个节目就是充满了反转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就让大家猜到结局呢 想看下期别忘了关注我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 欢迎评论再更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姐妹们 下期再见